我们看到包括马前总统他说 这是极权国家才做得出来的丑事 台湾言论自由必对蔡总统加倍奉还 是这样子吗 我们是极权国家吗 所以我们的新闻跟这个言论自由都受到了限制吗 有这样子吗 那特别是我们注意到 我们说这家同集团的媒体 除了他说的可耻跟做黑暗一天之外 他还特别把这个NCC的七位委员照片都列出来 这代表什么意思 是要散播仇恨吗 因为我们现在这两天就已经收到 有人说要对这个台大新研所 可能要有这个攻击的这个意图 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报纸出来 有符合所谓的新闻专业吗 正好怎么样看 这个部分这些人所讲的话 挺的话能听吗 还是完全颠倒是非 新闻自由不是无节制的自由 言论自由也不是无限制的自由 这是大家在法治国家最清楚一件事 今天不是撤照 我要跟大家沟通一个观念 是本来就有规定每几年要换照审核的过程 6年嘛 如果对 如果没有换照审核过程中的话 那这样子好了 那干脆就永远都你就好了 现在法律本来就规定 我们每6年滚动检验 一家新闻台 或者是一家电视台 合不合标准嘛 这东西不是撤照 就是你每6年就要 诚实面对你过去6年的状况嘛 你如果过去6年都符合新闻自由 符合言论自由 那没问题就继续给你证照 你如果有大量的违规 那没有话说 我就不予给你证照 这是本来就是这样规定嘛 有没有特别针对中天 我这样讲好了 中天哦 2014年到2017年哦 他被裁罚的次数零件 完全没有问题 就是一个正常的新闻台 2018年至今啊 就这三年 结果呢 被裁罚了1153万 什么概念 后面所有新闻台 三立 TVBS 民事 东正等等 或多或少都有被NCC裁罚 全部加起来 还没有中天一家被裁罚的多 全部加起来只有1114.3万 中天一家就11153 而且哦 里面哦 违反事实审查12件 违反空序良署5件 儿少申心4件 营运不当1件 违反儿少法1件 我这样讲好了 中天可别捍卫自己的权利 当然可以 中天可别说自己 自己是无辜的 当然可以 那我就问了 这些裁罚案件 就讲违反事实查 这12件 你有没有一件 打行政诉说打赢过 你打赢嘛 对不对 你一件一件 我们就事实论事实嘛 你如果认为自己委屈 那你就把这些裁罚案件 一个个去行政诉说打嘛 打赢了 你打赢一件少一件 打赢一件少一件 等到你打到后来发现 你比其他电视台违规的少的时候 你在捍卫自己新闻自由 你才有道理嘛 对不对 你意思说 NCC行政不公啊 你只裁罚我 可是你如果连这些被裁罚 你行政诉说都打不赢 你怎么捍卫自己的自由 你怎么说自己是有道理的 我看到活生生血 你的案件就是 所有新闻台 违国案件 不敌你一家新闻台 那不撤你的照 难道撤后面 比较守规矩的照 这是很根本的道理嘛 然后马英九讲那个话 这些人挺的 有道理吗 对然后马英九讲那个话 根本听不下去啊 什么叫集权国家 才做出来的丑事 台湾言论自由 会对蔡总统加倍奉还 我这样给大家看啊 我都帮大家找出来 这个哦 民国99年 那时候是2010年嘛 对马英九当总统嘛 然后呢 12月22号 开了NCC的会议 392次委员会会议 那时候主委这边 都马英九认命的嘛 对不对 结论什么 撤照啊 结论是 撤中天 年代综合台啊 把年代综合台撤照啊 那马英九怎么不讲 自己是极权国家 他自己在当执政的时候 也有先例嘛 这东西也不算是先例 就是本来就是滚通检查嘛 所以现在有什么立场来骂 现在的蔡政府 极权国家 那个时候撤中 撤年代综合台 他们理由 新闻稿我都把他找出来嘛 他就说年代综合台 对不对 被罚款太多嘛 也是一千多万啊 也说你都 他也说你都没有违反 那个事实查核啊 你当时就是用这样的理由 去撤人家照 你现在去讲人家 是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极权国家 那你才是极权国家的始祖啊 照他的逻辑 其实凭心而论 要撤一家电视台照 没有那么容易 你一家电视台 好好的去做 你该做的事情 你要支持特定候选人 我认为也可以 可是你不要做得那么难堪嘛 为什么中间后来被讲寒天 很简单 我就举嘛 2018年的高雄 那时候选举 对不对 选前一个月 韩国瑜新闻比例 52.94 曾奇迈 5.7% 会不会差太多 会不会差太多 你2比1也好吧 你分个25给曾奇迈也好吧 你可以有立场 可是你想想看 52.94是什么概念 我们大家做新闻都知道 一个新闻 一个小的新闻 除了政治之后 还会有社会 对不对 还会有娱乐嘛 还会有运动 52.94就是 我开一则社会新闻 就看到韩国瑜 我开一则娱乐新闻 又看到韩国瑜 我开一则运动新闻 又韩国瑜 我整个一个小时 有三分 有二分之一时间 都是韩国瑜 那时候大家印象 也是从早到晚 都是同一个人 劳了大家好不好 就是你 你失衡成这样子 所以说今天NCC 说撤照主义 叫做什么 中间内控与 自律机制失灵 我知道中间 我中间内部有朋友 当然对这件事 很不平衡 可是问题是 我们平心静气来看 这么多的财阀 你可以说NCC只针对你 可是你能不能 针对这些财阀 去打行政诉讼 打赢了 你才能说服我们说 你没有违规吗 你能把你的案件数 降到第二名是三例 你降到比三例多 让三例变如主 你今天311能撤 你知道吗 也不能嘛 所以今天是很现实 就是法律上的问题 所以马英九 也不要自己干过的丑事 然后去骂人家丑事 你自己认识 就把年代中的来撤掉 那个时候为什么要撤年代中的台 讲白叫做敲三正虎吗 我不把事情讲太白 所以整件事情 我认为啦 我们就事实论事实 中天播报单一候选人比例真的过高 中天对于违规事情的确过高 我认为刚好 对 我认为刚好而已